当家的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拿我的货去冒险 货要是丢了 算谁的呀 算我的 唐先生 你要相信春生的能力 选择这个时机 到处都是武警和警察 走哪条路都是一个死 春生 你不想去了 可你要想清楚了 你在兰花社干的就是这买卖 耽误了福斯特先生的交易时间 你得给我们大伙的交代 去还是不去 我就是不想去 你能把我怎么着 春生 你不要意气用事嘛 来人 把人给我带上来 别动 别动 叶峰深 这就是你给我的答复 你这个毒贩子 好了好了 两口子感情这么好 就不要当着我们的面演戏了 叶峰山 我实话告诉你 这次交易事关重大 必须得有人去冒险 秋海滨已经绝了我的后路 现在只有你有通道的入口 你是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放我走的话 我们谁都活不下去 所以你真卑鄙 当家的 兄弟我也没办法呀 我看就不要难为春生媳妇了 不行 如果再出一个秋海滨 这么大一笔买卖 我们都得赔进去 谁能担待得起 叶峰深 你放心 只要你把货安全地送回去 我保证你媳妇吃好的喝好的 有人好好伺候她 但是 你一旦敢反水 你们两口子 谁都活不下去 我必须去是吗 你别无选择 什么时间 今天撞货 明天出马 但是你必须把我媳妇 找给反舰 不可能 崇智你不能去 你不能去送死 叶峰山 你连当家的话都不相信吗 他不会骗你的 至于范贱 他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秋海滨 对 他说有重要情报 要见这里的最高领导 换个地方 我在这儿见 局长办公室怎么样 看守所比较适合这种人 走 当家的 兄弟我只是个买家 拿钱要货 本来 你们怎么送货 有谁送货 我不应该多嘴 可是今天不巧 兄弟站在这个不该来的地方 又刚好不巧听到了一个不该听到的消息 兄弟 心里有点疑问 唐先生你请直言 今天我听说的送货计划 虽然不能说是天衣无缝 但至少是顺理成章 可惜啊 再好的计划也赶不上变化 几分钟之前 他送老板 手下的心腹叛逃了 投靠了中国警方 也就是说 K过的三叉花通道 最后一个小巷子 堵死了 没了 你们 还是要送货 你 当家的 今天要送的货是多少 全部 全部家当 身家性命 压在谁是这 他 他是谁 当初唐某 三番五次提醒诸位 他叶春生很可能就是中国警方臥底 你们谁都不理 他是今天 直到今天此时此刻 你们谁敢拍到胸口说 他不是 好 你们别无选择 只有孤注一致 用他 结果呢 两种结局 一 我唐某人看走眼了 你 他叶春生 还真是自家人 可惜啊 就在此刻 在国定县的那一边 中国警方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他只要一去 他是杀之兰涛 必死无疑 判处的下场啊 二 他果然就是个警察卧底 只要他一过国境线 中国警方网开一面 他叶春生带着我们的全部家当 立功收奖去了 两种结局 我们的货 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吴师特先生来了 我唐县农提着自己的脑袋去见他 你们不想要命啊 把货都交给叶春生 老子还想活下去呢 精彩 太精彩了 唐先生真是 动若观火 刀刀间歇啊 不过唐先生 多虑了 多虑了 唐先生的担心我非常理解 不是没有道理 不过我们兰花社的事情 外人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我的确自有安排 唐先生啊 你要的货 时候到了我会一斤不差地 送到你的手上 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说嘛 以大当家的身亡远虑 以开国的精打细算 这种结局 哪里会看不出来呀 好吧 既然你们另有安排 那唐墨珍就是起身忧天了 我就是想给自己找一个机会 我知道阵子 我想将功补过 叶春生明天来送货 是 在哪儿闯关啊 还是在孟满村 那是陆地最便捷的一条道路 明天给叶春生押运的有二十多个人 都带着冲锋枪呢 谁来结货 是宋文玲的拼头 叫什么 叫萧晶晶 江湖人称小妖精 小妖精不是救你那个人 没错 没错 那说起来她也是你的救命人啊 你怎么能安疆仇报呢 要不是她 我也不会走上这条绝路 她算什么救命人啊 她简直就是我的仇人 不共戴天的仇人 您说话管用啊 这可是大事啊 也真生一次 这次要运六百公斤海螺应呢 不是审理的头头 也得是罗山的头头管这事吗 我是来挂职锻炼的 谢谢你给我这一次立功的机会 报告正宫 我能不能见见我媳妇 好啊 杜处长 你就不怕她去通风报信吗 她就是来通风报信的 没准还带着别的任务 让他们俩见见吧 看看想玩什么花样 我看 这事太纠缠咱们俩了 还是交给蓝小冬吧 她就是来纠缠咱们俩的 那您的意思是 这一次消息这么准确 这一次消息这么准确 不简单了 陈上 刚才那番货 不是从你去的 你别往心里去啊 没关系 陈上 陈上 这趟活儿虽然风险挺大的 但是一旦要运过去的话 我们的通道也就长通了 这个世界 也就是我们的了 反正你又在白日做梦 你明明知道根本就冲不过去的 这不是上春生送死去吗 我也想明白了 这一趟呢我是非去不可 就算是困难让我去送死 没关系 为了通道 为了咱们的通道 也为了我大哥多年经营的通道 我必须去 陈上 你对大家这番情意我谢谢你 当然话说回来 通道虽然重要 但是咱的命更重要 在边境 中国警察一旦开火的话 你就忘回跑 你在想什么的番货 他老婆还在别人手里呢 不过我倒要给你提个心啊 我是一回云都 钱取出来年完活 我就万事大吉了 不过你呢 小钢炮的通道你要掌握不了 你今后拿什么跟昆达去抗痕 你又怎么打自己的天下 别着急 饭店心里有事 小钢炮 你别哭了 我马上就要回家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 要回家了就是要回家了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你自己主动来这儿 你这不是找死吗 跟你说你放心你就放心了 赶紧走啊 别着急 别着急 就把床收拾好了 好了 时间到了 比大嫂远点 她是个快死的人了 走吧 好了 要全部的货都在 家里人就能接应我们 一网打击的时机也就到了 是啊 可那也得看 是不是全部的货都在呀 你看 能不能这样 咱们想办法让番舰 偷偷再去验一次货 如果确实全部的货都在 你就去送货 我提醒同志家里接应你 小美的事 我同事想办法 把她救出来 从另一条路上走 你放心 我就是把小明撂在这儿 也一定把她安全送回国 你说什么好 乌鸦嘴 没关系 另外 如果番舰再去验货的话 还能拖延一点时间 这样 说不定会有什么变化呢 对了 郝董 其实我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次行动 如果他们只是试探 那我就暴露了 我希望你继续隐蔽下去 把任务完整 你说什么呢 春生 我们都是来执行任务的 你有你的任务 我有我的任务 我的任务就是 把你安全送回国去 要是不能活着回去 那咱们就一起偷胎 下不就还能做兄弟呢 行了 郝董 说心里了 我们都不想死了 真的 活着 你什么都真有 是啊 可要是别人 不给咱们留活路 那也没办法 不过你放心 咱们就是活不成 也要拖到几个垫背的 就是肯定了 有什么地方 不想你 不想我 我还没有用 不想你 你能不能上这种 不想自家 有什么爱 油 不想自家 现在没人 赶紧进来 什么情况 办公室就在一楼 他现在一个人在里面 怎么样 没事吧 没有 过去吧 那你走 走 就在这个屋子里面 你们抓紧时间 不许出这儿 你们什么人 这么快 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已经盯你很长时间了 我叫大发 大发 你不是死了吗 我们已经盯你们这家工厂 很长时间了 你的事情 我们都很清楚 留着你 就是为了等大鱼上钩 正因为你和邱海斌的关系 我们领导 才决定故意放了邱海斌 没想到 你们公母俩果然就闹鬼了 误会啊 我们俩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狡辩了 邱海斌一回来我们就判断 你们要走货了 这下海斌是真的回不来的 你还真以为K哥是诸葛亮吗 调明了说吧 我们需要你合作 这也是能力公输罪的机会 配合 我一定配合 第一件事情 小妖精在哪儿 她以前就藏在后山 昨天走了 说是要接K哥回来 她们在哪儿接到 好 我真的不知道了 想不想夫妻团聚了 想 想 好 那就好好地表现 我现在就告诉你 到时候该怎么做 不行 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去送死 我告诉你 梵剑说的话绝不是假话 我知道 正因为梵剑没有撒谎 就足以证明这件事情本身 就是他们最后的赌破 霍东 如果咱们的人不向我开枪 他们就不会信任我 他们就不会走货 他们的通道也不会暴露 K也不能让你付出这种代价 这是胜利的代价 陈霍东 我命令你 就这样向家里回报 听见吗 让我们的人向我开枪了 其实我死了 没关系 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你知道吗 你不能命令我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生好的我 你想过没有啊 就是我拒绝运火 我也是意思啊 我也会暴露 再有 小梅也救不出去了 那也不值得让你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不值 你听我说 万不完全可以放弃这支行动 这是有先例的 谁都没肩做这种决定 咱们这样好吧 教授 你呢就 如实地把我离间给家里回报 好吗 我求你了 家里不会同意的 我才跟你说一遍 他们完全可以从别的渠道入手 小国是一样的 来不及了 我不死 他们根本不会信任我 还有 我以前做做的一切全白费了 你们不知道 好多了 我求你了 我先把话聊着 家里绝不会同意的 简军啊 告诉过你不要过来 你的任务是在家照顾好明亮 明亮在家复习功课 他答应有听话 老冯啊 建军也是一片好心 有情有义的 他帮你送到手术室之后 就回去照顾明亮 放心吧 什么事我来办 他 他 契线 对不起 我这一辈子 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秋海冰 你还没有走到尽头 还有机会 没有机会 什么都来不及了 宋文林出卖你 利用你 你已经没有机会 向他实施报复 这一点你可以死心了 但是 如果你能积极地配合我们 我以罗商公安局局长的身份 向你保证 你还有机会 为了咱们这个家 你就向政府好好交代了吧 没用 说什么都没用 他们明天就要运货了 这就要看你的态度 说说看 宋文林是怎么计划的 反正叶琛琛不死 宋文林是不会启动那个通道的 你们要是死了一个人 你们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现在再怎么说 都没用了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现在已经立功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都是实话 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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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你 手术之后回来你自己办 老头 来 送老方见证书室 你们先去吧 准备一下 有情况 什么情况 说吧 郝东传来消息 春生要求向他开枪 什么 绝对不可以 春生同志绝不能牺牲 放弃行动 让他们潜伏下来 能够潜伏就潜伏 不能潜伏 杀出条邪路 重回来 是 喂 什么 大亮 你再说一遍 好 知道了 有什么进展吗 秋海斌交代 如果春生不行 宋文明就不会动用真正的头疼 给郝东下命令 让他告诉春生 这是方国安同志 在上手术台之前的命令 不 老方 开枪 什么 开枪 什么 老方 拥抱 李剧长 不用能这样 不能 不能功亏一亏 老方 我不能答应你 春生是我们的英雄啊 他怎么能够牺牲呢 怎么能够牺牲在我们自己同志人的手里呢 春生 已经暴露了 我们必须 必须想办法 老方 大夫 大夫 好 赶紧停手是不是 赶紧的人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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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老机长 再坚持一下馬上打麻药了啊 姐 姐 我去 教监君你等一下啊 ic 一只 大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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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长 你进去吧 你放心 我把截然气关了 好好聊聊 小梅 他们听不到了 重申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你要去哪儿 你就别问了 到时候范姐会接你出去 她不会为难你 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不知道怎么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都明白 我走的时候还担心 你会不理解 不明呢 那些村者我没有找到 那些影集我也忘了收拾 没有耽误你们事吧 没耽误 没耽误 在小平房你给我说 让我去找爷爷 我就明白了 我就明白了 老婆是天底下最聪明的女人 我是上辈子修来的夫妻 娶了你 娶了这么好的老婆 怎么样 很得意是吗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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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上辈子欠你呢 我这辈子还换一换不了 时间还长着呢 我的意思是 我再努力也比不过你对我 对咱们家的恩情 瞎说 什么恩情 都一家人 你害怕吗 和你在一起我从来就没怕过 和你在一起我从来就没怕过 和我在一起总是吃火受罪 那小白 爷爷说要给你发个奖 什么奖 我可不要 接触贡献 请撒奖 哪有这奖 要有这奖啊 我就要 你去给爷爷收拾 我怎么去 你去 等你回去 你去跟他要 不开玩笑了 老婆 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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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是不是要出什么事了 你有点不大对劲 你什么事 对不起 老婆 我最后一次说一声 对不起 以后坚决不说了 以后再也不许说 不说了 老婆 我也对不起孩子 等你出去以后 对叶明亮多关心一些 啊 我们家能有的 我都会给他 你放心吧 来了 我带走了 冲水 去那 我 你不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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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留不信 你不乱站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打算让大亮到那边去作证 不 吴大亮另有安排 还有别的地方吗 因为除了你之外 只得有两个卧底的只有他 他最适合指挥那边 杜烈啊 赶快去安排吧 如果老方的手术顺利的话 我明天就到你指挥处心去 请您相信我和同志们 当然相信你们了 带上建军 这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 因为他要向自己的战友开枪啊 走 建军 建军 我拜托了一件事 什么事儿 你顺路现在就把明亮给我接过 好的 我让他陪陪老方 记住 千万不能跟明亮透露一点信息 是 去吧 走 走吧 怎么样 都藏颜事了吧 你怎么办 骨装丑棍 隔面上都没事儿 只要能运过去 春生就能给重新藏去 没错 关键是要绑接是吗 都来验货了 欢迎欢迎啊 四万年 四万年 如果这次我死在那儿 我就最后一次诅咒 不得好死 那你就活着回来在诅咒 也来得及 四万年把年纪了 成什么口转之快 有什么意思 男人吗 做出点成绩来 事业比家庭重要 没问题 我祝你一路平安 不光我是不是活着回来 我觉得你如果是男人的话 现在就把我老婆给放了 说话算数 万一你真有什么不测的话 会有人供养你老婆一辈子的 这是规矩 你当着他们两个人面 别耍小丑鸟啊 我说K哥 等我给你钱的时候 你最好把大嫂一起带过来 你们都放心好了 我不会为难一个女人的 如果是男人 说话算话 你抓紧时间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注意隐蔽 你现在要保证绝对的 充足的生命 明白吗 你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让叶大哥痛苦的 你隐蔽的地点 不能让任何人发心 你是担心咱们内部有人会泄命 这种思想工作没法做 如果同志们知道了的话 一定会冲动的 子弹不长眼睛 你先开枪 别人就没有机会打钟春盛 我明白了 进局 你现在虽然 是一个老百姓 但是你更是个神枪手 不 我还是叶春盛的兄弟 你放心吧 进局 你放心 我只带了一个子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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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热 你的任务有变化了 变化 更重要的人物 要同时实施 对 领导特意说 让你去完成这个监局的任务 在这儿 没问题 我的人都配处给了你 我只有亲自出马 给你在这儿开个口子 但是马上就会关闭 要不然就暴露了 这条通道的目的了 不用那么麻烦 大发前两天悄悄地跟我说起过 当时他在兰花社卧底的时候 曾经开辟了一条偏僻的山路 就是绕了一个大圈子 你看 时间来得及吗 如果出现意外 我就潜伏下去 咱们俩之间打开一个国际训道 只有咱们俩可以通话 不能出现意外 不会的 胡秋水的安全 你也要绝对保证 我明白 建军虽然没有正式归队 但是他完成任务之后 一定会琢磨着去救杜小梅呢 就让他担任你的接引工作 你放心吧 注意安全 受委屈的总是你 我这心里啊 实在是过意不去 瞧您说的 您那么信任我 我肯定得这么去啊 只有你啊 才真正能够了解我的心里边是怎么想的 翻箭很挠火 这我看得出来 他会不会干出一些什么傻事来呢 要不要我提前去警告他一声 不不不 他现在和叶春生走得太近了 容易露出口风 是 翻箭这孩子有时候为了我呀 说不定能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来 我向你保证 除非他要杀我 否则 我不会动他一根毫毛 您的大恩大德 好了好了 小钢炮装货的时候你盯着点 不要把货都装进去 装一半 一百公斤就足够了 万一发生了意外 咱们也不至于把老本都赔光了 家里的存货也就这么多了 范箭告诉我 他想转孩做冰毒生意 还得靠这些本钱呢 我明白 装货的事情千万不要让范箭知道 你也要注意啊 背后不要有尾巴 放心 您没事吧 他们把你怎么了 时间来不及了 我告诉你 这次行动就是要除掉叶春盛 你可不要胡来了 什么行动啊 这昆达到底要干什么呀 都是苏文林的主意 他们要一箭双雕 既要验证叶春生的身份 又要保护小钢炮的安全 怎么验证 中国警察如果打死了叶春生 就说明叶春生不是卧底 如果叶春生活着回来了 就一定说明叶春生是中国警察的卧底 可这春生的通道已经是我的通道了 他们怎么能这么干啊 如果不舍弃叶春生的话 这昆达和宋文林 就不会启动小钢炮的通道吗 我从里面查明白小钢炮的通道 叶春生的通道也还在啊 我们不就一举两得了吗 即使没有这样 我们也没什么损失啊 你要格外小心 不然 就要大祸临头了 这个昆达呀 现在是格外的阴险 再加上这个宋文林 我们千万不能轻取妄动 你在想什么 我得跟春生那么谈谈 哎呀我求你了 你别乱乱生吃粥 哎呀说说您放心 我不会露体的 怎么回事 怎么又不好叫回来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了 坏消息 我刚刚知道 空达让春生送货 是想弄死他 好啊弄死我 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你去不去也得死 那我说范姐 你什么意思啊 讲清楚点休息啊 唐先生 这还不明白吗 拿我媳妇做要挟 我不去也得去 我说范姐 你绕什么弯子啊你啊 明天就送货了 你赶快说呀 怎么回事去 如果警察打死了春生 就证明春生不是我的 如果他活着毁了 就证明你就是中国警察的问题 这就是昆达跟孙文林 让你送货的真正一度 这两个鬼孙子 够阴险的 春生 我不想让你死 可你有非去不可 所以我想来想去 给你找了个提身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是哪儿去找个 跟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啊 我一个手下长得非常像春生 穿上春生的衣服 最多 多给点人家费就行了 算了好兄弟 谢谢啊 别什么提神不提神的了 我也明白了 这一趟我是非去不可 不除掉我 昆达也不会真正信任 对吧 这一趟是非险的 你我现在要做的 我是不是没关系 我只有一个请求 把你大厂带回去 大哥 你放心 我一定把大厂送回去 我一定要由我 你放心